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创公司的研究人员分析50名死于阿兹海默症病患的脑部组织 脊髓液还有唾液 发现当中超过9成的人都含有一种叫做牙齦蛋白酶的物质 而死因非阿兹海默症的50人当中 只有一半的人有牙齦蛋白酶 虽然牙齦细菌和阿兹海默症之间的关系 还需要更多相关研究来证实 不过牙周病的确可能对心血管造成不良影响 加上蛀牙痛起来要人命 为了身体健康起见还是要顾好口腔健康 三连行动人报道